副手辯論我們請教委員 因為趙高康現在說是蕭美琴拒絕辯論 結果蕭美琴直接說 因為我們沒有說要邀請 而且應該以總統為主 我們很有分寸 哇賽這句話一語雙關 誰沒分寸呢 我相信還有總統的辯論 在中選會辦的這種官方 一定會有辯論的這個這樣子一個場合 那回到副手 副手因為我其實沒有印象 過去副手有沒有辯論 剛剛是說有類似像政變政見 發表會的一個形式 只是因為我們過去對副手關注度很低 所以大家不太理他這樣子的會面 那這一次老實說 我們副手真的是很精采 趙高康蕭美琴 加一個最近的戰狼小公主 這個吳欣穎 這樣子大家站在一起的話 其實我相信精采可期 那趙高康他講的原意其實是這樣子 因為這次副手大家覺得很精采 那按照中選會官方辦的這樣子 政見發表會的活動 大家覺得沒有交鋒 不夠精采 所以已經有電視台開始在邀說 那要不要辦一個副手辯論 總統辯論到沒辦 要辦個副手辯論 所以電視台有開始就是說去問了 所以趙高康先生有被問到 所以他說他願意參與 那但是他不知道說 這個蕭美琴跟這個吳欣穎 他這邊理解是說 他們不接受 那不接受其實不是說 不敢跟趙高康辯論 而是因為我們知道 有時候電視台邀訪的過程當中 有些會覺得說 我要給這家 我不要給這家 所以我不要跟這家辦 好類似這過程 所以他最後 我認為是有點話約的 講出這句說蕭美琴跟吳欣穎 都不願意辯論 那也因此今天去問嘛 那蕭美琴也說沒有交到邀約 應該是指這一塊 那我覺得要不要辯論 看大家有沒有期待 我是蠻期待看到他們一起辯論 好 所以請教館廷 兩個層次 第一個趙高康說謊 說你們拒絕辯論 第二個應該以總統為主 那為什麼趙高康突然先衝了 沒有 結論就是見鬼了 選舉選到見鬼了 誰邀請的 蕭美琴都沒有說要邀請 吳欣穎也沒說要邀請 而且誰會在選前四十幾天 討論副總統的辯論 總統辯論都還沒有處理 先居然不是應該先討論 除了公辦證件發表會以外 哪幾間媒體有興趣看 侯友宜 柯文哲 賴清德的辯論會 要辦在什麼時候 總統辯論先訂 再討論副總統 所以蕭美琴回得很對啊 應該以總統為主 我們很有分寸 在講誰沒分寸 就是趙紹康 趙大哥 趙紫隆 常常趙紫隆 沒分寸 怎麼會有人這樣 我還想過 趙紹康應該是 這上市選舉三十年前 1994年 台北市場選完之後 三十年來 現在當媒體的大亨 可是一直心心念念想選舉 結果 請教官 你剛剛說一個大事 徐曉欣說 有人被計較站帶走了 金傳他會選被辦了 徐曉欣耶 對 剛剛看到這新聞會是這次選情的正案 他會選 這個目前依照新聞的資訊 是徐曉欣他在重陽相關的活動 然後儀式有送給一些居民 一些東西 他說是售面 二十塊錢 他說沒有超過三十塊 徐曉欣的講法是說 袋子裡面 因為他自己送的東西是 二十塊的這個面線 然後其他有里長送的東西 不是他的 只放在同個袋子裡面 所以這個不是他會選 然後現場也沒有講動算 但是在這個時間點 檢調會有這麼大的一個動作 其實徐曉欣真的要小心一點 好 所以請向朗東 因為現在徐曉欣說 是令營對他用國家機器報復 但是有三個里長是被帶走的 然後他下午本來要參加友台的政論節目 臨時請假 這事情怎麼突然演變成這樣 其實事情還不明朗 也不確定是不是徐曉欣他自導自演 但是如果說檢調他已經有動作的話 那顯然已經是有嫌疑 那我覺得徐曉欣他會選機率 目前看來也沒有到很高 因為他看起來就不像是會那麼有錢 去做這種事情的這個人 那而且檢調你說是綠營運動 沒有啊 過去他這個違行的時候 他又說我們回去講 我們回去講 然後結果那個員警 就好像不是很敢開他這個單子 所以顯然他對於所謂的警察檢調 是非常有威嚇這個效果的 那所以我覺得這件事情要看他後續辦下去如何 這絕對不是什麼民進黨的介助的這個選舉 好 但要請教翼川哥 因為許曉欣說呢 他一個月前就知道檢調對他出手了 這種的我有經驗啦 這種的就是來參加 多年送一包米啦 炒大一包米多少錢 現在確定幾件事 大家先聽一下 第一就是有一個餐會吧 我們說的就是有劉太英 有柯文哲 有蔡碧如 有這個周宜修 有這個餐會 這個蔡碧當時好 第一不知道 第二呢 柯文哲跟朱立倫 有經過這個余金堡安排一個聚會 聚會是余金堡 他們家還是辦公室 我們不知道 就有這個聚會 第三 他們過去有討論過職位嘛 就是說 說什麼部會 什麼部會嘛 所以六點協議的第六點 不知道有那個東西嘛 第二 有可能要做副手嘛 就這個討論過程中有考慮做副手 所以這邊講完之後 要讓柯文哲願意當副手 分配內閣的這個職位 朱立倫 參與的這個討論 這中間就是現在柯文哲講的 有人用錢來講嘛 就是這樣 有人用錢來講 這個拿錢來講的這個人 余金堡說不是他嘛 他說他沒有講到錢嘛 好 那現在問題是 我的判斷應該是這樣 就這麼多人 都有人在倒喬這些事情 然後有人開口了 而且是開了兩次口 他說對一一比兩一嘛 這都柯文哲跟你講的 一一比兩一 跟剛才委員問說 柯文哲你知道你就說出來了 是誰啊 說啊 問題是柯文哲如果有收了這個開口一億了 兩億了這個人的政治獻金 個人超過三十萬 公司超過一百萬 柯文哲收下去 柯文哲不敢說 柯文哲不敢說 就是說這檔飯這裡說好 要不然把你倒三天 這裡三百萬給你 假設柯文哲收了 收了喔 假設柯文哲收了 然後接下來過了一段時間 這個人又出現了 他說不然這樣 我現在我也來跟侯友宜那邊說 這裡就政府的 然後這裡後面一億 兩億 如果是這個情節 那柯文哲可能就那個人的名字 他也不敢說了 但是現在確定 有了這一個殘會嘛 有了柯朱在余錦寶家見面嘛 然後有討論各個部會的職位嘛 有討論柯文哲當副手 要把這個東西穿在一起 不是只有一句下加民進黨 柯文哲就會退了 所以柯文哲在現在丟出 有人拿一億 有人嗆說要一億 有人嗆說兩億 你為什麼不敢講 你為什麼不敢講 你把那名字說出來 你背後不敢講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這個才是大家去問柯文哲 你不能說 現在發言說事情大條 有人去告了 然後你就說翻頁翻頁翻頁 沒有這種事情 你既然講的 今天如果是有人爆料喔 我說你們有參謂有見面有講職位 有人爆料說開口一億兩億 那是另外一件事 一億兩億是柯文哲跟你說的 不是外面的人猜測爆料 是柯文哲跟你說 然後他說他有人民喔 他有名片喔 所以檢查官他丟掉的時候 他全部都要拿出來 好 所以請教廊東 你看柯文哲這一頁可能翻不過去 那現在民眾黨現在可能柯文哲這邊 他會自己亂放話 還有吳慶寧這邊 民眾黨是不是要幫他擦兩顆水蜜桃呢 對 余慶寶那我先補充一下 因為那時候七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黃珊珊告三立嘛 說三立報導 他說這個柯文哲有跟助力倫電話通訊 余慶寶剛剛是不是說 他們在八九月就見面了 所以七月有通電話 很顯然就是真的嘛 還我們一個清白了 對嘛 這誣告 而且現在我們看不到民眾黨代表 就這個事件引發了 他們說民眾黨不要來上三立的節目 所以很顯然 這是一個誣告跟烏龍的一個事件 另外一個烏龍事件就是吳欣營 到現在為止 他還沒有辦法說清楚 到底他有沒有放棄他的雙重國籍 那到昨天這個時候的話 他就跟邱晨遠一起出來 然後接受媒體訪問 媒體問他 你在英國那邊 有一個持股75%的公司 其實吳欣營就說 我在臉書上會有相關的回覆 我們在臉書上 目前也沒看到他有任何證據 然後他繼續問他說 那你到底會不會出示 你放棄國籍的證明 他還是說12月5號臉書見真章 重點是12月5號 就是屬於中選會 確定審核通過的事情 現在大家擔心的是說 在這幾天的時候 你如果已經放棄國籍 你為什麼不直接把它放出來 讓柯主席可以安心參選嗎 你知道柯文哲跑去苗栗見他的好朋友 中中景 中中景就躲去跟草莓做直播呢 他寧可去直播草莓 也不想找柯文哲一起來 那你要賣草莓 我也有去大湖採過草莓 還滿好玩的 那可以找柯文哲一起採草莓嘛 可是為什麼他不想見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可能選不下去啊 因為吳馨穎是柯文哲臨時找的 柯文哲就是一個沒有法學觀念的人 所以他可能覺得他當過立委 應該當副總統候選人沒有關係 可是立委是屬於誠實申報制 不代表他百分百沒有雙重國籍 那目前民眾黨有消息傳出來說 沒有一個民眾黨人看到 這個吳馨穎有放棄雙重國籍的文件 民眾黨好歹這麼多幹部 至少一兩個人出來憲政說法說 我看過這個文件吧 所以吳馨穎現在面對到 是個非常大的危機 那我自己猜想啦 吳馨穎他可能自己也不知道 有沒有雙重國籍 吳馨穎說他剛剛最新聲明說 他沒有台灣以外的國籍 好啊那如果說他上次政清白的話 那大家也覺得說 那你的證據應該拿出來 他一定會有一個放棄美國國籍的文件 你就出示這件事情 那個護照打兩個洞啊 那些文件不是很清楚 我跟你講我的判斷是這樣 他那些文件他已經丟了 他可能收到那一刻心情 不會送到整個抓住了 然後護照全部失了 你可以去再申請 跟外交部 他為什麼要申請 你中國美國政府要查 你自己去查 其實因為他不可能自己去辦 那個去放棄美國的這個流程 他應該是照2014年 那個時候 其實因為那年有三千五百位的 這個美國的民眾 放棄了這個美國國籍 他們很多都是有錢人 都是委託律師 他去找律師啦 律師那邊會有 不是啊 他敢跟律師講說 那個放棄的文件給我嘛 他拿著要抓住嘛 所以你現在叫他拿出來 真的沒有那張刀 但是如果去查 搞不好他真的已經放棄 所以他就說 如果你中國的民國政府自己去查 十二月有要查 說我有就沒有就沒有 搞不好他想要表達了 是不是 所以你現在逼他拿出那一張 他有困難或者心理障礙 或他不想把那一張拿出來 我幫民眾黨解套啦